第九号台风它的中心昨天晚上7点10分 从宜兰苏澳登陆以后 在昨天晚上10点半从苗栗竹南出海 逐渐的往西北的方向会进入大陆地区 目前它已经来到了新竹西北西方 大约160公里的海面上 它逐渐大陆地区以后强度会逐渐的减弱 另外第十号台风海棠 它目前来到俄罗比西南方 大约是280公里的海面上 未来逐渐的往北北中的方向移动 第九号台风逐渐离开以后 它的暴风圈其实在今天上午会逐渐脱离 就是离开台湾的本岛 不过还要离开台湾所有的海域要到傍晚左右 至于第十号台风 我们预估它在上午到下午这段时间 暴风圈会逐渐进入我们的近海 一直开始影响到我们的陆地 好 虽然泥沙台风已经远离 慢慢地远离台湾了 但是面对轻度台风海棠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而在北部地区 昨天入夜之后是风强雨大 台北瞬间震风出现了13级的强风 这样的强劲风势让深坑一栋 明宅的铁皮搭建阳台被吹落了 砸在马路中央 属性没有人被砸伤 透过民众拍摄